大佬们好,我是自由大野猪 2.5版本马上要来了 每天来询问抽取建议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说实话,很多朋友想当XP党 但奈何元神有限 而且现在关于角色强度的争论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说实在的,元神每天就上线几十分钟 而且深渊也就那么几层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以玩游戏让自己快乐为第一位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具体的分析一下 说的不好,请大家见谅 首先,如果你是真正的XP玩家 那就不用说了,想抽谁就抽谁 按照内心的喜欢来选 另外还在为这三位角色犹豫的朋友 完全可以等到绳子出来以后 有了时机的评测 然后再进行选择要抽谁 一个卡持持续21天呢 先祝所有朋友小保底不歪 点赞三连的朋友十连多金 点赞这些是免费的 不妨积攒一下欧气 感谢您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通过演示 来看一下绳子和雷神的不同 首先大家请看 绳子三个图腾 它是单体攻击 请看 这是单体的 看到没有 而雷神的一技能在触发以后 是可以群体攻击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绳子的大招 绳子的大招是摧毁杀声音 同时造成范围雷元素伤害 而摧毁杀声音以后就可以重制一技能 而雷神的大招是瞬间造成高爆发伤害 并且在接下来持续时间内成为一名战场主C 经过前面的对比 八重和雷神之间的区别就非常明显了 另外除了EQ技能以外 雷神还是充能王者 而八重的Q技能是可以重制一技能的 如果在充能足够的情况下 就可以形成EQ技能的循环了 如果新人朋友只能在雷神和八重之间二选一 那么按照现在的情况 应该是雷神大于八重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其他朋友 是用什么队伍打声音的 基本上就是雷神和这三位 至于雷神使用的武器 没有五星就用四星的鱼叉 也是非常平民的 不过说实在的 队伍里面有这三位辅助 光他们三个就能打通深渊了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星海 首先如果你是XP玩家 星海是肯定要抽的 因为确实非常的漂亮 然后从实用性上来说 他真的非常的硬 堪比钟离 总结一下就目前所得的信息 在强度上来说 雷神应该是大于八重的 而星海的话能扛能奶 有一定的输出能力 XPT0级 群体挂水辅助非常的强 但是光从奶这边考虑 有替代角色巴巴拉 不过这里要说一下 星海无论是在大地图 还是副本深渊 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个角色 总之如果你是林克月卡玩家 那么在角色选择上面 就一定要懂得取舍 并不是说每个角色都能抽到的 毕竟就那么点原石 对不对 所以怎么讲的 慢慢玩 时间玩得久了 总会有的 像野猪我也缺了好多角色 对不对 归根究底 原神只是一款休闲游戏 它没有PVP 没有竞速 没有排行榜 我玩了一年多 只有两把五星武器 开服到现在 也就这么几个五星 宵宫还歪了 所以各位新玩家不要急 不要觉得老玩家 比你们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们每天获得的原石 跟你们差不多 又想赶深渊的进度 又想赶强度 那就只能克金了 对不对 养成类游戏 只能慢慢来 如果一着急 很有可能就会让自己不开心 野猪希望大家 玩游戏是得到快乐 而不是得到烦恼 最后祝愿大家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所有点赞三连的朋友 都能抽卡圆梦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